是一次那麼多還是陸續 今年從蓋到今年大概已經第四年了 單單這一區你們看得到這裡 總共有17支 我們剛剛一路上來看到有很多風機是不會動的 那現在是有一些風會動 那這個不會動是冬天嗎 現在都已經快夏天了 有好幾支也不會動 那是怎樣的感覺 我有問過他們 他們講說這個是正常 為什麼 因為在漢堡這個上面去17支 有16支 它是並排的 它並排的在後面如果他們有偵測到亂流 它就會後面那一支就不會動 什麼原因 就怕那個葉片會晃動 可是這樣子發電效力到底好不好 它可以通多少電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我有問過他們說 你們這樣的設計方式是適合嗎 也成本效益夠嗎 他們就沒有回答 上外沿海的濕地裡面 這其中一個漢堡濕地 它目前你現在看到的 它也是一個最安全 它的寒沙量很高 所以它在這方面的生態 還有生物多樣性都很豐富 譚圖魚啦 還有什麼招潮蟹啦 我們說會放狗啦 我們這邊也有這個 那個是什麼 文革嘛 文革 環鑽文革 就是我們說的恰嘴嘛 還有西施蛇嘛 這就是文革養殖 這就是內部的部分 就是那個海岸線裡面 現在你看到的這個全部都是文革養殖 第一個 移民朋友他們跟我反應的就是說 它會有產生那個微震動 你看這一塊 它是兩個冰牌 它會產生共鳴 地下會產生共鳴 可以跟我們描述一下 共鳴就是說 一隻跟一隻之間 他們是不是上面在那個轉動的時候 它封切的時候會去打到那個柱子 之後那個那個切 切的時候就會把那個鐵 那個柱子的鐵 去變成它有那個拍打的那種現象 就會把它傳到底下 一隻一隻之間 它是好像是250公尺 250公尺之間 那個底下會互相傳導 就會造成文革在這方面 就會比較屬於不安定的狀況 文革是不是 文革 它會怎麼樣 這幾年來它的收成一直不是很OK 在附近的 以前可能一匙可能兩三萬斤 最近我聽到一個 它剛好在風機底下 它今年收成才兩千斤 差了只收成一層而已 一層多 這個可能也有它的因素 也有外在的因素都有可能 這是早期的 250公尺範圍內有建築物需要環評 這就是他們當時用早期救治 所以他們都沒有經過環評 然後後來去年的時候修正了變成 500公尺內有建築物要環評 可是不是禁止畫設 只是需要經過環評 那我們可以知道台灣的環評 通過率99%吧 永俊溫那一代 那是目前唯一一個 進到環評正式的審查程序的一個開發案 然後我們那時候審查到第三次的時候 當時它有一個內陸三支的農地風機 它已經第三次審查了 然後我們去線開才發現 周邊非常非常多的序幕設施 因為方苑這邊是養雞的大城 全台養雞最多的雞蛋最多的地方 所以它那個風機裡面 周邊至少二三十場的雞蛋 500公尺內 就是我們就看環評的這個條件 環評條件裡面500公尺內 居然有二三十場的雞蛋的 就是養雞的設施畜牧場這樣子 但是環評居然完全沒有評估到風機 對畜牧設施的影響 非常荒謬 其實那一次第三次審查 我們告知附近的這個畜牧業主 他們才發現怎麼有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他們去參加環評會之後去反映 然後環評委員才把 要評估對畜牧設施的影響 放進去環評裡面 所以這環評委員其實是很不專業 我是這樣認為 這個委員的名單是哪來的 就環保署他們自己會選 他們自己選的 官方選的委員 所以很誇張完全沒有評估 然後包含我們一直講說 在法院等一下也會去看 就已經有阿嬤受到風機影響 都要吃藥的 然後這樣子他們的環評裡面 頂多就只是做什麼 我的噪音值到哪裡 然後不會有影響 他們的評估都是這樣寫 但實際上我們就是 500公尺700公尺都有人受影響 跟事實有落差 對 所以是蠻荒謬的 在立法院我一路以來 我只希望做一件事就是 我怎麼做對這個國家更好 或我怎麼做對人民更好 那我就要去那樣做 但是我發現有非常多的人 他只想怎麼做 對自己的派系或的政黨更好 他更不在乎這些東西 他為了他的黨綱 他可以搞一個錯誤的能源政策 為了錯誤的能源政策 他廣射風機廣射太陽能板 就對社會造成了一堆危害 他在叫一堆 他賺了很多錢 對環境造成一堆危害 他怎麼做 他不是去彌補你的損失 他是叫一堆名嘴 叫一堆政治人物 在節目上面一直說 各個根本就沒有 這個是中共的陰謀 每次都這樣嘛 都已經千篇一律 我已經聽到都已經不想聽了 講到最後就是中共的陰謀 你就是舔共 才會說風機有問題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給我感覺 任何一個社會議題 任何一個東西到最後就是 中共的陰謀 你舔共 你中共同路人 都一樣嘛 那玩法都跟以前一樣啊 我覺得人民不能當無腦人民啦 有些人甘願 那真的沒話講 但是一般人腦袋是清楚的 這個花招再玩下去 大家都被人家看破了 我覺得對 在我看他們而言 我覺得他們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他沒有他做不到 只有他想不到 我看過很多壞人 但我覺得政治圈的壞人 真的比 我以前在檢查官時代 遇到壞人更壞 而且是心腸壞 他可能為了 為了一點點利益 但他可能對環境 或對於這些人 他造成了損害 他是不當一回事的 就像我們說 你說射風機好了 他也許他滿足了他的 能源政策的 再生能源的比例要拉高 或者是滿足了一些風機 你要進口的時候 你可以有一些賺一些費用 但是你犧牲掉 當地人民的那個農產農業 當地人民的健康 甚至你讓電價高漲之後 全民物價那個通膨 他都不在乎啊 他只在乎自己有沒有好處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鐘 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呢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選擇 1個月 分別 入口 1個月